拍照的女孩第一次给姐姐拍照 下一秒一根钢管就从百米高楼横穿来 妹妹想上前阻止可显然为时已晚 没穿衣服死后 一家人沉浸在痛苦之中无法自拔 然而有一天 家里突然来了一个无速之客 翠花上前询问她是谁 可门外的女孩却说是她姐姐 妹妹背下的赶紧把父母喊来打开房门 可打开门后妹妹直接傻眼了 门外的女孩居然真的是死去多年的亲姐姐 父母二人健壮赶紧上前死死抱住女儿 并且给她做了她生前最喜欢吃的奶油蛋糕 虽然父母二人已经接受了女儿复活的事实 可翠花心里却无味杂成 因为当时她明明看到姐姐已经死在了自己眼前 看着自己曾经的黑白照片 没穿衣服二话不说就直接砸个稀巴烂 让人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女儿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女儿 她不仅可以无限复活 而且一个眼神就能轻松蛊惑住世界上所有的坏男人 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女 而她这次回到家里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孝顺父母 次日翠花看到母亲正在用三位征服 烧自己和姐姐的照片急忙上前阻止 可没穿衣服却说曾经的东西就应该烧成渣渣灰 因此姐妹二人为了一张照片开始大打出手 父亲看到大女儿遭到欺负二话不说 就对翠花一个大逼抖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姐姐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 只见父母二人就像是中邪了一样 听大女儿的话疯狂抽打翠花 直到把她打到晕倒才肯罢休 晚上翠花洗澡时 姐姐直接闪现到她的面前 展示脖子上的大鬼脸 翠花见状被吓得赶紧撒鸭子 就跑到父母面前说姐姐根本不是姐姐 而是个怪物 可姐姐听后却不乐意了 二话不说就准备离家出走 父亲听到大女儿要离开自己 就像是中邪一样拿起杀猪刀 就朝她扎了过去 次日母亲满身是写的 为翠花准备爱心便当 可下一秒姐姐的碎肉就一个不小心掉到了餐盒里 姐姐说要离家出走 父亲拿起杀猪刀 一刀就扎在了姐姐后背上 妹妹见状被吓得瑟瑟发抖 赶紧洗了一把脸 可这时的母亲却像是个没事人一样 来到厨房为翠花准备便当 可就当她装米饭时 姐姐身上的碎肉却不小心掉到了米饭里 就当翠花在学校打开餐盒去发现 里面的大米竟然变成了八个长的 像姐姐的鬼脸寿司 翠花被吓得赶紧把餐盒丢掉 同学蔡花十分好奇 餐盒里到底是什么 于是走到垃圾箱查看 可下一秒蔡花就突然被餐盒里的怪物 啃光了五脏六腑 不知情的翠花来到体育课为班上的同学拍照 诡异的是 下一秒死去的姐姐就神奇地走过来 翠花见状被吓得不知所措 姐姐不是昨天就已经死掉了吗 怎么又会出现在了学校 就当事情有些扑朔迷离之时 没穿衣服一个被摔 就把精壮的男同学摔了一个底朝天 放学后 蒙蔽的翠花好上前去询问她到底是谁 为什么可以无限复活 可没穿衣服却让她不要多管闲事 不然就将遭受痛苦的惩罚 就当翠花不知所措之时 女同学蔡花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她二话不说 就给翠花展示脖子上的大肉流 翠花见状被吓得赶紧跑到男同学的寝室 寻求帮助 可这时的男同学却像是被脏东西附身一样 坐在板凳上甚是诡异 翠花无奈只好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脖子长肉流的蔡花也来到了这里 同学们见状就像是中邪了一般 拿起不要钱的大剪刀就准备帮帮她 男人拿起大剪刀 缓缓走向了女孩 下一秒 直到在这个时候 几人才意识到被脏东西附身了 就当他们准备洗洗脸冷静一下时 刚才的女孩突然站了起来 跑到了外面 年轻漂亮的翠花被吓得撒鸭子就赶紧跑 可不幸的是 她却被堵到了一个诡异的房间 而她死去的姐姐也很快找上了门来 眼看着翠花已经无路可走 但下一秒她就回到了现实世界 好在刚刚发生的只是一场梦 但翠花却感觉刚才的一切无比真实 她缓缓走到楼下发现 父母已经准备好了早餐等着她 直接开怀大笑起来 感觉她还没睡醒 因为翠花是家里的独生云 根本没有什么姐姐 原来因为同学们的排挤 父母的不疼爱 是翠花心里幻想出来的姐姐的形象 但就在这时 姐姐却从虚拟世界里闯了进来 翠花背下的急忙逃跑 可父母二人却被脏东西 附身死死地抓着她 好在翠花使出全身力气 摆脱了束缚躲进了房间 但很快姐姐又找上了门来 见姐姐迟迟不肯放过自己 翠花选择了妥协 次日 翠花变成姐姐的模样 缓缓走出了家门 这一刻 她彻底变成了漂亮的姐姐 故事的最后 翠花凭借着姐姐的美貌 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 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